日据时代作为神风特工队飞机掩体的原山基堡 搜集了二次大战的史料 一类县九琼城文化发展协会 为纪念1945年5月31日 发生美军对宜兰的猛烈炮轰 导致当天成为宜兰民众死伤最为惨烈的一天 时隔75年以默哀追思战士亡魂 2025年5月30日为宜兰大暴击的75周年 原山基堡园区特别举办纪念音乐会 透过这个音乐会让大家重新了解这段历史 因为过去资料的收集还有老人家逐渐凋零 所以大家对这段历史已经逐渐淡忘 那如果说我们下一代都不了解这段历史 那等于这个战争可能就会再发生 这场音乐会重现当时美美轰炸前夕 就会使用的手摇空袭警报器向民众预警 多位当年遇到空袭警报 轰炸现场实况以及疏散经历的齐劳 受邀道场参与这场纪念音乐会 并且由道地宜兰人文化资产专家 陈敬传教授 为大家解说宜兰大暴击的历史 大概从34年就开始进行爆炸 轰炸 这不是说轰炸机吧 一次来四架六架这样过来炸 停留在车里面就开始去冲防空袱 港湖里面是防空袱 外面去的是冲防空洞 所以日本就是防空袱和防空洞 就是北京 所以北京对 虽然在讲中大暴击 国外听起来实在不太顺口 像我们老先生北京 常常进进出人 宜兰县九穹城文化发展协会 在原山基堡 举办宜兰大暴击纪念音乐会 受到多位地方人士到场支持 这对我们来说这么有意义 我们要好好来保存 今天听几个前辈的你说 让人当初是这种情境 我们要好好来丁销 丁销现在的民主自由好平 我们的机会来好好保存 让我们知道这么艰苦的这种狗分 不能再发生 下次让我们可以好平自由 感谢大家 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战争对我们来讲 大概就是一个名词 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上面战争的那种可怕的景象 所以说我们老一辈的人 在有机会的时候 愿意把这样子 曾经体验过战争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 透过分享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来体验 杨基山传议讲的 这个精灵跟带领下 越来越发光发入 然后我们就 特别我们小鹿乱撞 我们的鹿团长 还有大家团队的一个努力 把我们的文史 把我们的文化 把我们的艺术 把我们的音乐带进去 宜兰大爆集 75周年纪念音乐会 由小鹿乱撞乐团 单纲整场演出 并且为这场正式创作词曲 明显 小路论撞乐团也演奏了 《朝日盲魂》 《宜兰真正水》 《电话听我电话的《欧洲》 等唱作俱佳的歌曲 在鸡宝内演绎 更显现出后人缅怀的意境 《欧洲》 不如你說寧物 refeming 呼吳鼓勁落雜胆 音樂前領口 corri 強喫嚨啊 problemas 後空家中情會有點受熱 不換的也讓我出現 也把它報導 在散場前領口 本次活动由普及中小企业 数位宽评应用计划 碎拉圆山山水物语 漫游水源乡的支持 在鸡宝内采绘了一面 1945年5月31日 宜兰大暴击的临场会图 由宜兰县九琼城文化发展协会 理事长杨基山 以说故事的方式揭幕 我们希望这个圆山鸡宝 未来能扮演一个讲故事的地方 所以我们未来希望能够把 这个彩绘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用故事来呈现 其实这边彩绘墙 其实很有意思的 大家如果看 这个降落伞在这里 这个就是刚刚刘先生讲的 我就故意让他画进去 就是说降落伞在吊地点对天花点看 还有这里一个日历 31号就是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 所以我们希望以后 这里的彩绘能够说故事 就直接你看了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故事 除了静态的彩绘墙之外 现场也展示许多数位设备 AI 机器人 触控平板和荧幕 透过让参与民众使用与互动 让纪念音乐会 凸显台湾民众历经战事之后 能安居乐业 处在自由民主和平的社会 是全民得来不易的历史资产 是全民得来不易的历史资产 也有点养力的历史资产